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小说曾经激起人们对地下洞穴经久不衰 近乎狂热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 洞穴探险也以它独特的魅力成为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最热衷的户外探险项目 2012年11月 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在贵州新义市安隆县的犀牛洞探险的时候意外失踪 当地有关部门的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营救 一场光呼生死的救援行动就此展开 安隆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 隶属于前西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 距离省会贵阳三百千米 这里风景秀丽 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安隆独特而壮观的喀茨克地形 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数犀牛洞 犀牛洞全长17.6千米 洞内环境复杂 支洞 暗河 树井 数不胜数 被誉为洞穴探险的天堂 庞大的洞穴体系吸引了无数洞穴探险爱好者的目光 2012年11月8日 一位探险爱好者出发前往犀牛洞探险 在出发前 他与当地的一位村民约定 会在第二日中午前回来与村民会合 可是距离他与村民约定的时间过去了24个小时 探险者依然不见封印 贵州省安盟县消防队的官兵接到报警后 立即出动展开营救 犀牛洞有两个入口 一个是犀牛洞入口 而另一个则是几千米外的龙井天坑 由于无法确定失踪的探险者具体进入犀牛洞的路线 消防官兵缤纷两路 一路从犀牛洞进入 一路则从龙井天坑下去进行搜索 一个小时后 在龙井天坑进行搜索的消防分队传来了消息 然后我们现在打烟工具无法达到冬地 需要同学永远对龙去除 都安定 明白明白 请主持这个侦探人员 马上请你这个地点 然后我们再请求这个专业队伍来协助我们工作 而在犀牛洞内进行搜索的消防队员 也同样面临救援困难 洞穴救援是专业性极强的领域 由于洞穴内的地质情况复杂 暗盒 竖井 支洞交错其中 如果不具备专业的洞穴探险知识 不但救不了被困扯 还会让自己深陷险净 因此必须得到专业洞穴探险队和地质专家的协助 蓝天救援队是一支专门从事户外预检救援的民间公益性团体 获得这个消息后 蓝天救援队的部分队员立即动身前往安隆县 而在新意搞地质勘察的周鼎武教授也参与到这一次救援行动中 此时距离探险者失踪已经24个小时了 他们能顺利找到探险者吗 到达安隆后 专家周鼎武找到了报案人了解探险者当时的情况 并且实地勘察地形 他来我们家已经住了一两天了 我跟他说叫他不要去 但是他坚持要去 我说那是非常危险的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 专家得知 这名探险者是独自一人前往犀牛洞探险的 因此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迷失在了洞穴里的什么位置 这位搜索带来了难度 随后 报案的老乡带着专家实力勘察犀牛洞的地形 就是这个地区啊 这个有地表的天空 还有地下的溶洞 树井 还有地下暗河 整个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 具有楼层式的 这个地下也容易的这个空间 非常复杂 而且也很危险 安隆县是典型的卡斯特地区 而犀牛洞则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溶洞 石灰岩山体容易产生裂隙 当地下水通过裂隙 缓慢侵蚀山体 这些石灰岩就会逐渐松动 进而崩塌 形成一个洞洞相连 洞中有洞的复杂洞穴系统 在洞穴探浅爱好者眼中 犀牛洞就像一个洞穴探浅的天堂 然而由于犀牛洞实在过于复杂 每年总有一些业余的洞穴探浅爱好者迷失其中 在犀牛洞中 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枝洞 还有树井暗河交织其中 已经失踪24个小时的探浅者 在洞穴内极有可能面临地下水暴涨 毒气迷路的状况 这些突如其来的威胁 甚至会威胁到他的生命 蓝天救援队洞穴分队的老枪 则希望能从群众中找到一位引路的向导 据村民说 三十年前 英国探浓队曾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 进入过犀牛洞 可是出来之后 当地向导却莫名其妙的精神失常 自那以后 便再也没有人敢深入犀牛洞的深处 虽然无法找到向导 但是英国探浅队绘制的地图 就为这次救援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 一小时后 周教授 老强和当地的消防官兵会合 商考营救方案 整个A组就从龙井天坑到转洞这里进入 好 从B组 就是从犀牛洞进入 然后两组在这里会合 为了节省时间 搜救队将所有的队员分成AB两组 A组从龙井天坑下去进入犀牛洞 而B组则从犀牛洞进入 在地图所标示的暗河处会合 汇报搜救情况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暗河 树井 插洞 足以给人带来致命的威胁 探浅者究竟在哪 他是否会遭遇不测 拥骨寻踪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上午八点 A组队员出发了 可就在A组队员进入龙井天坑所在的龙井村市 队员被修路的车辆堵住了渠路 大家下车了啊 前面修路那个车过不去 把自己那个装备带一下 我们吐不过去 下车了啊 出发前 每个人都必须检查自己的装备是否完好 当人家准备妥当 救援队出发了 走 而同一时间 B组队员在队长老腔的带领下 进入犀牛洞搜救 黑暗的洞穴世界 只有头顶微弱的灯光 在照亮队员的脚步 在如此幽暗而庞大的洞穴里 助援队能否找到探浅者的风迹呢 两个小时后 A组队员已经到达了龙井天坑的坑口 天坑 是地下水长期侵蚀山地 形成溶洞后 崩塌形成的一种喀斯特腹地形 龙井天坑 垂直深度达到了250米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只有一条洋长小道能够通行 队员们不时互相叮嘱 注意安全 在天坑中路 A组队员的前面没有路可走了 此时队员们发生了分歧 有队员认为 在没有路的情况下 走到此处的探浅者 必定会往洞穴里走 而有的队员则认为 在这样的山崖边行走 就连拥有丰富经验的他们 都必须时刻小心 而探浅者只身一人 没有经验丰富的同伴在前面引路 十足掉入坑底的可能性极大 为了保险起见 A组决定 派联队员利用单绳技术 迅速下降到坑底查看 一个小时后 下降绳索被固定在了岩壁上 搜救队的两名队员 依靠单绳技术 下降到龙井填坑坑底 搜索探浅者踪迹 很难想象 从如此高的地方摔下去 还会有生还的可能 此时 B组搜救队员依然在洞内紧张而快速地搜索 B组搜救队在洞内的一侧发现了一个支洞 只身一人来到此处的探浅者 会不会迷失方向 误入支洞呢 搜救队员决定进去简单搜索一下 支洞通常是导致洞穴探浅者迷路的主要因素 一个有经验的洞穴探浅者在探洞时一般都会设置路标 这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而这名失踪的探浅者却遗忘了给自己或者搜救队员留下这些信息 给搜救带来了难度 洞穴中不只有暗河树洞等陷阱 还隐藏着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危机 岩壁上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成群颠覆 让人毛骨悚然 搜救队的到来似乎惊扰了这群休息中的黑色精灵 成群结队的向他们扑了过来 蝙蝠的体内携带了数十种病毒 这些病毒能够在人畜之间互相传染 被他们咬上一口极有可能传染疾病 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搜救队被迫撤出 A组两名队员对龙井偏坑坑壁进行了搜救 没有发现 在排除跌入坑壁的可能性后 此时失踪的探监者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这个洞穴 A组进入的这个洞穴是个穿洞 洞穴结构相对比较简单 在这里绝对不会出现人员失踪的情况 从洞穴中走出来的搜救队 在坑底的崖壁上发现了两个岔洞 探监者走到这里会朝哪个方向走呢 这就好一点 咱们继续一下时间 那我就带一个人下A洞 行 然后我们因为在洞里面 队长是无法沟通的 因为没有信号 所以说我们只能告一下时间 然后我们分组进去 然后三十分钟以后 三十分钟我们一定要出来 然后再洞口汇合 然后我们交流一下洞里面的信息 你看这样怎么样 可以 搜救方案商定下来 A组队员不敢耽搁 立即行动 然而陡峭的崖壁 却给搜救队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崖壁上堆积的岩石碎屑 不时从高处跌落下来 这样的岩石碎屑虽然小 但是从高处跌落时 产生的惯境 足以在队员的头顶 砸出一个窟窿 头盔不但能够避免 跌落的岩石碎屑砸伤头部 而且也能保证 在通过洞穴内低矮的通道时 被洞顶尖锐的岩石磕上 而失踪的探浅者 没有佩戴头盔 在洞内极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磕碰 从洞口进入 就是犀牛洞的洞气 A组队员开始分组 对两个洞展开搜场 他们能顺利找到失踪者吗 此时B组搜救队走到了路的尽头 在他们前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数捷 这一发现更是让对人们的心理位置一沉 现在我们都是到这里 下面的话按照英国人的地图 这里写了一个P1125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下去的话是125米 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失踪的话 它有可能从这里滑下去了 你看这里是非常的滑 有可能从这里滑下去了 你们觉得也有可能 对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我们要A组也在下面 下去的话跟A组会合 也许A组会找到 如果都没有找到的话 我们在底下我们再讨论一下 再怎么样的收集方法 好 树井是洞穴探浅中的隐形杀手 在一个还在发育的溶洞中 地下水还在发生作用 当沿层松动 地面再次向下塌陷 形成树井 在漆黑的洞穴中 这样的树井到处都是 如果探浅者遇到这样深不可测的树井 他能发现吗 如果不小心失足摔下去 那生存的几率将会是零 此时A组的一个小分队 仍然还在洞内搜索 突然他们在洞内发现了一点亮光 原来这亮光是A组的另一支小分队 他们在洞内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看来从天坑下来后发现的两个洞穴之间是相通的 虽然没有发现失踪的探浅者 但是烟头和塑料袋 却告诉搜救队员 他肯定来过这里并做了修正 但是从这里离开后 他又去了哪呢 前面你们去过没有 前面没去 行行 拉拉我们往前面搜 走抓紧时间 好 队员们推测 此时的探浅者应该还在主通道上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偶然的发现 是否能让搜救队顺利找到失踪的探浅者 在搜救过程中 搜救队又会遇到哪些困难 忠古寻踪 立立中国正在播出 此时的B组已经开始准备下降到125米的竖井底部 洞穴探浅是所有户外运动中最具挑战性的运动 很多洞穴探浅爱好者 由于缺乏探浅知识而罹难洞穴的事件时有发生 此时距离探浅者失踪已经49个小时了 他会不会遭遇到不测呢 在洞穴中 所有人的生命都被系在一根只有拇指粗的细绳上 这对于不经常煞动的人来说 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体力上都是巨大的挑战 我们的摄像师在下降的过程中 就因为狡猾被狠狠地砸在了岩壁上 A组队员在沿主动方向搜索了半个小时后 又有了新的发现 脚印的发现 让搜索队员更加确定 失踪的探浅者就应该在附近 根据地图显示 在发现脚印的附近有很多支洞 以A组有限的人数不能一一搜索 A组所有队员一致决定 和B组会合后再仔细寻找 下午六点 B组队员开始吓动 晚生八点 A B两组顺利会合 结果不容乐观 A B两组的会合 意味着从龙井天坑到犀牛洞之间的主通道 已经全面贯通 探浅者并不在这条主通道上 综合A组发现了烟头脚印 食品大 搜索队员分析 失踪的探浅者应该在龙井天坑 至暗河段的某一个岔洞里 此时距离探浅者失踪已经五十六个小时了 被困五十六个小时 即使是简单的迷路 没有预寒的衣物 他的体温也已经开始出现失衡 生存下来的机率极为渺茫 他能侥幸活下来 等待永久吗 此刻 每一分每一秒 对于失踪的探浅者来说 都是希望 对于插洞的分组搜索 立即展开 从那边进行拉网式搜索一遍 拉网式搜索一遍 搜过来再拉网式搜索一遍搜过去 然后给我隔百情况 此时距离探浅者失踪 已经过去了五十八个小时 搜索行动达到了白热化 所有人都紧绷着神经 希望有所发现 可是结果依然是让人失望 结果在这时 杜蒋机里传来了令人震奋的消息 根本是因为引以写于 毕 رس牌浓锁客 火山会报 火山会报 听的 发现目标人物 发现目标人物 已经找到了 经过一番简单的检查 对于确定 这名看见者还有生命的迹象 只是出现了骨折和脱水现象 由于看见者身体虚弱 无法自己行走 只能利用单架将它抬出洞吧 发现看见者的地方 是一处岔洞内的竖井底部 搜救队员推断 这名看见者肯定是不小心误入了这个岔洞 由于不清楚洞穴内的地质情况 失足跌入了岔洞内的竖井底部 竖井深度达到了10米 必须利用溜索提拉系统才能将伤者送出洞外 部分队员先到竖井上方等候 单架顺利地送到了竖井上方 接下来就是将伤者送到洞外就医 动网 急救车紧急待命 失踪的探险者终于被成功营救出来 送往医院 此时已经是12日的凌晨3点 这名探险者还算是幸运 经过搜救队近48小时紧张而辛苦的搜救 最终被成功的解救出来 最近几年随着户外探险活动的普及 很多爱好者的足迹也是越走越远 很多人际罕至的高山峡谷 都成了这些爱好者热衷的去处 但是隐患也随之而来 各种事故层出不穷 据项调查统计 近2011年全国就发生了492起户外安全事故 而其中受伤和迷路是导致户外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占到了户外事故的63%以上 这些发生意外的探险爱好者 绝大部分都缺乏户外探险的知识 缺乏自救和相应的预险应对的措施 在这里我们向那些户外探险爱好者提个醒 在探险之前一定要做好关于相应的准备工作 例如地形天气装备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单独一个人前往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生